哈喽大家好 夏天快到了 尤其是住在一楼的人 经常饱受蚊子的骚扰 事实上我们这个住家 用这种里门窗的 他也是有纱窗 不过每天进进出出 开来开去 非常麻烦 而且你一开蚊子就跟着进来 那最近我终于去买了一个 可以自动闭合的这个磁性的砂门 那这个砂门在安装非常容易 对我们这个里门窗 完全不用做任何更动 他在这个四周这个边条 上面有质粘胶 双面胶 只要粘上去就好了 非常的容易 那今天我花了一点时间 就把它这个整个的 沿着这个四周把它淋上去 那这种东西呢 你可以跟厂商订购 就是说你要多宽多长 它就做给你 而且价钱也不贵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 它的使用方式吧 它中间这两个 就是磁铁 那你要进出的时候 只要一拨就可以出去了 那你出去以后 它就关闭了 因为磁铁吸力的关系 它会自动的闭合 非常的方便 那我给各位看一下 它的细部大概是怎么的样子 我们从这个最底部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这个就是有一个制年的一个图钉 它每一个距离 你可以自己设定那个图钉的位置 那你只要这个一段一段的这样 这样把它稍微 跟它黏在你的这个 女门窗的边框就好了 那事实上呢 它在这个再黏也是非常容易的 那像这个东西 它是用转的 这个一个塑胶是用转的 这个钉子 这个是有螺纹的 那它后面呢 就是一个制年的 这边有个钉子 各位应该可以看到 那就是把它挂上去 然后把它转紧就好了 那它用这种方式有个好处 这个就是说你脏了 可以把它剥下来拿去洗嘛 毕竟每天进进出出 终究是会脏的嘛 那如果是冬天的时候 你甚至可以将它收起来 那最主要就是它的方便性 它就是说它的拨开 然后就自动收盒 这个功能是相当理想的 那以上呢 是我对自动闭合纱窗的介绍 你是不是也觉得非常实用呢 那你如果觉得不错的话 是不是也赶快去买一个来使用呢 祝各位有一个美好的夏天 再见